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BIKING 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今天 Suzuki 台銀機車 發表了他們最新款的速克達 3125 同時也公佈他們的電車品牌 E-READY 接下來所要推出的新車 但是在正式開始介紹分享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這支影片的收音聲音可能會有點吵 因為今天除了是新車發表會以外 也是 Suzuki 2023 年的經銷商春酒大會 就是全台的 Suzuki 經銷商都來這邊起居一堂 看看新車資訊 順便頒獎給去年銷售狀況表現很好的經銷商 這是很棒很熱鬧的事情 但也因為這樣 舞台上的聲音有時候會傳到我們的現場 所以收音上如果有干擾就請大家多多包涵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新車3125 這支3125的推出它有兩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K-Car 第二個是平價 首先先講K-Car就是 其實 Suzuki 他們有觀察到 在 Suzuki 這一塊是每個人 大家都需要的車 今天不管你是上班族 你是菜籃族 或是一般的學生 你就是會需要一台 Suzuki 代步來騎乘 可是如果 在我只是要一個單純交通工具上的前提之下 每一台車看起來都差不多都一樣的話 是很無聊的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仿造日本很流行的 K-Car 就是小型車 但是在造型中它有特色 有玩樂的感覺 讓你看了就喜歡會想要買這樣的車 用這樣的意念方向去做設計的話 或許在蘇克塔上還可以呈現出不一樣的風味 所以他們就以K-Car的形式這樣的設計概念 來推出了新的3125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你可以發現我們來看幾個點 首先第一個是 因為如果你過去有看過日本可以看就知道 很多都是方方陣陣 很可愛 那輛車我們不會用帥氣來形容它 但是你看到就覺得心情很好 所以業務也是用這樣的方向去做設計的 所以它用了很多方陣元素 包含它的大燈 包含它的車身的斜板 兩車的方向燈 但最有趣的是 如果我們稍微從45度角這邊來看 你從前面來看你可能會覺得說 它這一塊是我們講的斜板的可洞 就是下面的前途廚 但不是它是一體式的設計 那乍看之下你可能會覺得奇怪 因為這樣的設計在市面上 以蘇克塔來說還真的沒看過 至少這幾年來 在台灣市場上我們沒看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它非常的特別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突兀 但是看久了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可以看到它有時候是一種喜感 是讓人家看得覺心情會好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有做到 那再往後 側面這種狹長型 同時也帶了方陣的概念 以及來到尾部 長方形的尾燈配上了正方形的方向燈 整體搭配起來組合起來 它在視覺上給人的感覺 確實是很有玩味的 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在剛上市之後 或是說今天影片發表以後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不太習慣 這好像不是主流的風格 但是看著看著你會覺得它 其實蠻可愛的 這個造型能不能受到社會大眾的 支持跟喜愛 銷售表現如何呢 這個就讓我們一起來觀察看看 這是它的第一個元素 K-Card的部分 另外一個元素就是 平價 這次它所主打的希望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Suzuki的車 包含輕檔車 包含蘇克達 其他一直都有自己獨特的設計理念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Suzuki的玩家 Suzuki的騎士人是很特別 很獨特的一群人 但也正因如此 其實我們知道 它在銷售的表現上 尤其這幾年在台灣 說得沒有那麼的強勢 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它缺了 真正平價的車款 因此它希望說 我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來推出這台車 今天它公佈 如果是首購 所以你第一次買這台車 在5月底前 最低你可以用 56,700的價格來購入它 不過剛剛我去了解一下 雖然官方說最低56,700 但是這個價錢是有包含政府補助的 如果我們今天單純回到 純粹原始的建議售價 純粹原始建議售價就是7萬元 那在5月底以前 配合它們的銷售折扣的話 是63,000元 你以63,000元來講 以現在新車來說 確實它算是平價 算是低價的範圍了 但如果你真的要一口氣進攻這個市場 我覺得其實可以再多擱置一點 你如果不需要政府補助就可以壓到6萬下 我覺得它會更吸引人 但至少目前以評價這一塊 Suite125號做到了第一步 基本的門票是有拿到的 那這個價錢大家能不能接受 就看市場未來的反應了 接下來我們也順便提一下 剛剛兩個特點 K-Car跟評價是它的主打特色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它的配備 首先燈具部分 大燈以及前面的方向燈 它後面的方向燈使用的都是魯素燈泡 比較不一樣的是它的尾燈組使用的是LED的燈具 因為是平價車款 所以在儀表上也沒有特別前衛的設計 它用的就是傳統的指針表 有的是時速、油表跟里程 但是因為它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基本的實用性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順著龍頭我們往下看 左邊是用中控所開啟的彈出是油箱蓋 油箱的容量是5.5公升 油耗表現的部分 根據官方所公布的 它所使用的這顆SEP的引擎 它基本上就是SALUTO的那顆引擎 所以油耗表現是差不多的 都是三級油耗 這對應到一般的日常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中央有一個置物掛鉤 它是可收者的設計 同時有做防跳脫的機構 所以你在掉掛物品的時候 是可以掛得比較安心的 旁邊的前置物空間 其實這個說真的不大 它比較狹窄一點 但因為是開放式的設計 你要放手套、抹布之類的小東西是OK 沒有問題的 大家關心的 這個部分在開箱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過去說日本K開為什麼受歡迎 因為便宜 造型可愛看的心情 重點是它在有限的空間 應該說有限的車體體積之內 去創造出很大的空間 它可以放非常多的東西 這個部分它有沒有實現呢 所以一有小小的車體裡面 空間、車廂表現 說真的還好 雖然根據今天官方所公佈的數據 它說它比Saruto的置物車廂多了10%左右 但我覺得很可惜 這邊目測看起來還不錯 你要放一般四分之三安全帽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如果它可以想想辦法 讓它變得更大 更貼近K開的精神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讓它 所要傳達這樣的意念 更具體化、更形象化一點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帶安全帽來 現場我剛剛看也沒有四分之三 或是全造式的安全帽 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來做實測 不管是購車指南 或是新車的實際試駕等等 再來測試給大家看 但這邊我看起來 它就是提供一個基本的使用線而已 再來大液痕關心的就是 它乘坐感受 我把車放下來 所以因為它的座高 是750mm 其實這算很低了 我實際踏上來我的身高是176公分 基本上可以算是兩腳貼墊平方沒有問題 只是因為它的椅墊強調它的寬度 它這兩側坐的稍微寬了一點 所以我坐上以後 如果我要雙腳踏地 我腳會稍微被撐開 但是也因為它夠寬 所以你在實際乘坐的時候 你的屁股、你的大腿 這邊能夠接觸到椅墊的面積是多的 所以騎起來它是舒服是自然的 至少在靜態乘坐上感覺是好的 而且因為它的椅墊的長度很長 它有70公分 這個算是同級車中最長的長度了 所以以乘坐的舒適度 目前這樣按壓觸感 在靜態的感受上是非常好的 這個我覺得它有達到一台平駕車 我們希望以實用、以價錢為主 這樣設計來說 這個特點是好的 至於前置腳空間 它的前後長度是20公分 寬度是40公分 雖然沒有到特別的大 但是以這樣腳 因為我們穿著比較大的靴子 像這樣直接橫移 你要摘一些物品來說 基本的使用性也都有達到 所以這一台車3125 其實我們從命名就可以知道 雖然它說我們是SUZUKI URBAN ICON 它有一個由來 但是其實就是取一個閒心的順頁 我就是希望這台車可以很大眾化 大家都可以接受它 這是它設計的方向 這也確實是目前SUZUKI他們希望 我要把銷售的數字提高 我希望市占率提高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但市場能不能接受 最後就看 為了到底他們搭配包含銷售 包含必須有廣告促銷 能不能讓大家去理解到這台車 這個會是一個關鍵 他們今天跟我們說 因為接下來工廠還沒有確定 什麼時候可以交車 等到他們有媒體試駕車的時候 會再跟我們說 或許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再做一個實際的試駕 這是3125的部分 另外今天有快速的提到重點 就是我旁邊這兩台 eReady的新車 其實我們把一些 其他資訊通過拿掉 最簡單的就是 它現在出皮帶版了 分別是eReady Run 76 Belt 以及eReady Run Mini 70 Belt 其實那個7670就是它的出力 7.6千瓦或是7.0千瓦 然後皮帶版本 這個其實老實說 它現在會這樣做 原因也很簡單 我希望我的車子表現是好的 因為Suzuki他們一直主打說 我們在電車中 因為都是使用PPGN的 是使用他們Gogoro的馬達 是使用它的換電系統 理論上來說 你在同一個聯盟裡面 帶的東西會差不多 但Suzuki他們認為 他們加入一些重車的造車工藝 包含它後輪的減震電 包含它的車架設計比別人厚 它希望能夠表達出 我們的車的品質 駕駛的感覺是比較好的 所以他們會盡可能在操控上 在一些細節上做出差異化 這是他們所訴求的 只是我們也必須要說 其實我們現在去看Gogoro 因為PPGN基本上就是跟Gogoro走 Gogoro最近這一段時間都在做什麼 它不是推出高性能車 不是推出比較高性的版本 而是在主打它要降價 它把價錢壓下 因為其實電車以銷售來說 如果你單看數字 去年好像是持平的 不像油車掉很多 但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其實它應該要成長更多才對 因為電車就是一個新的市場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應該要賣得更多 賣得比較好 但並沒有做到 所以它就做什麼 就做降價 降價之後就會發生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我今天換電系統 我今天馬達都是用Gogoro 我所有的資訊 因為你看Gogoro來講 同樣等級的車一樣是皮帶版本 人家之前就已經推出了 Suzuki加入PPGN聯盟 E-RADING想要推出新車 你就是必須等到人家用完才拿來做 這個是非常尷尬的事情 所以現在它推出了皮帶版本 那價錢上它當然也希望說 我可以控制一下不要那麼的高 可是你真的要降 你拿好過過的可以降 可以控制的多 這個對E-RADING來講我覺得 第一這是好事 我現在產品性又變多了 選擇變多了這是好的 但第二你要面對很直接的挑戰就是 你不管怎麼樣去安排 你就是變成你是PPGN聯盟 你就是晚人家一步 人家已經做過了 人家降價可以降的更多了 這是他們要去面對的挑戰 當然電車它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只是接下來到底這個局勢會怎麼變化 就看Suzuki 就看E-RADING有什麼新的方式來做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在現場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拍車過程中 其實旁邊因為真的經銷商春久 大會正在舉行當中 所以真的收音或是場地上來講限制比較多 但如果你對這兩台車包含 Street或是新的E-RADING系列有興趣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之後我們再看能不能拿到比較適合拍攝 或者說直接進行騎乘的地方 來再跟它做分享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新聞影片 我是小燈 請你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